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良影响,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质 同众和医院期许帮助更多病患重拾健康 引进全球最新进的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 并派专业医师致国外受训 机械手臂是由医师操作 透过微小切口执行复杂手术 对于病患来说,是一项新的手术选择 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局公布的最新资讯 口腔癌以及其他咽喉部肿瘤 位居十大癌症排行中第五位 口腔癌是属于快又急的癌症 常被患者忽略 咽喉部位的肿瘤也不容易被察觉 拖到最后往往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如果民众发现口腔内外侧或颈部有不明原因之肿块 或是长时间声音沙哑 一定要尽速就医,把握黄金治疗的时期 传统的口腔、咽喉部手术 因切除范围较大 病患在术后伸瘦、气切、吞咽困难等困扰 还会留下一道明显的疤痕 藉由内视镜辅助的微创手术 虽然伤口较小 手术风险低 但由于只有2D平面影像 容易有一些死角 增加手术的困难度 使用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 术后不会留下明显疤痕 它的3D立体视野以及仿真手腕的手术器械 能够克服手术死角 提高医师执行手术时 切除、修复、缝合的准确性 并且保留重要的神经、血管、器官 将手术的风险降低 民众担心的术后伤口复原问题 相较于开放性的传统手术 达文西手术的伤口小 术后复原速度较快 无明显疤痕 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 可以在许多科别上广泛使用 耳鼻喉科的手术 包括口腔肿瘤、咽喉肿瘤、扁条腺肿瘤、甲状腺肿瘤 另外也可以经由达文西手术治疗 解决因打鼾所造成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达文西机械手臂系统 让病患多一项选择 但仍然要提醒民众 平时就要留意自己与家人的身体状况 若有发现身体不适 就要提高警觉 切勿延误病情 把握治疗时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